为什么演艺圈开始变味儿了 为什么营销比演技更重要 为什么演员都开始接受这套贵则 在这些问题 我们找到一位童星出身 演戏23年 曾是上戏第一 塑造过顾一罗 花银 敏敏哥哥 林湘 顺德仙姬 世帝女子等多个深入人心的配角 但始终没出圈的演员 郭小婷 郭小婷低调认真又心直口快 他对于行业的变化并不是都能习惯 我们想记录一个普通演员的纠结和挣扎 我很不快乐 我会觉得不好玩 就会觉得在干嘛呀 而他也足够坦诚 因为说自己很少被这样认真的采访过 我很讨厌很多那种做得很漂亮 那种访谈 各种特效 但是你拿到十个 他可能十个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而且就永远上来就问你说 拍戏过程中有什么趣事呀 这是我最讨厌的问题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工作环境有什么趣事 就是硬编 我就不喜欢 那你在现在的剧组中有没有什么趣事呢 哈哈哈哈 真的 趣事 太过分你真的这么问 我们见到郭小婷时 他正在忙苍蓝爵冰与火 两个剧的宣发 时时广场很热闹 他的团队很冷清 他每天就和经纪人俩人凑一块 熬夜修图 剪视频 改文案 像个家庭作坊 其实一向生活很慢的他 并不能适应这样节奏快的工作 就怎么有这么多事情要干 现在大家就很卷啊 就是各个平台 你要攒很多很多的物料 以前来说 演员就负责拍 就不知道从那年开始 谁都在比 谁的更精美 更多 这样 郭小婷就像刚面对电子产品时的老人 有过很多老派的片子 比如抗剧拍抖音 非宣传期就不更新 每次拍抖音我是要清场的 就大家都不要看我 我会拍着拍着跟自己较劲 然后生闷气这样 我不懂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让大家认识我 也会觉得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我做不好 不过 时间总会磨平一个人的棱角 见面当天 郭小婷成功完成了一条抖音拍摄任务 虽然 这是经纪人催了他好多天的成果 除此之外 因为他有两个剧同时在播 宣传侧重点的问题 也会让他与工作人员产生分歧 当然两个都是我的戏 我都很喜欢 只不过说 你预算就这么点 然后你要怎么画 冰与火中的杨林 从小家破人亡 一直颠沛流离 这是郭小婷近几年演过最累的角色 不过这部剧的热度 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郭小婷有些可惜 相比于沉重的内容 大部分观众似乎更喜欢轻松美好的故事 其实几年前的他 曾抗拒过拍仙侠剧 因为仙侠剧崛起了同时 剧组拍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 演员用配音成为拍摄常态 他能明显感觉到 大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认真了 其实很多年前演那个 我回来我经常哭 拍得很轻松 但是我很不快乐 我觉得我每天就是像工具人一样 我们穿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打着非常亮的光 皮膜的你都看不到一些细节 我很用心 但是呈现出来 好像也跟大家一样 而且在片场 其实感受尤为强烈 是特别特别像在拍广告 他会告诉你 现在我们站在这里 然后说完几句台词 好停 然后这边OK 我要你哭 这边笑着跳两句 情绪都不是连贯的 就会觉得在干嘛呀 包括后来很多人喜欢这个角色 这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 但如果但凡当时有别的选择 我或许会不考虑这个戏 至于为什么郭晓婷这些年 还是接了这么多古偶闲侠 因为他逐渐接受了 行业就是这样的 这个类型受众广 讨论度高 他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轻高 拧巴 决定踏踏实实 把每一个类型的角色都演好 郭晓婷似乎在自己的坚持 和娱乐圈的规则中 找到了一个平衡 不过当我们问他 你会不会可惜 有时自己的角色 没那么厚重的时候 他的矛盾 还是会露出一丝端倪 我回来会跟我今天 有时候聊天就是会 怎么想哭呢 好奇怪这个你 好尴尬 等一下 好奇怪哦 怎么突然变矫情了 等一下 没有我不想哭的 也没什么好哭的 这个真的太奇怪 有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 我要是生在十年前就好了 郭晓婷不太藏着掖着 表达观点时 基本有话直说 2020年 他就因为在 演员请就位中 过于直白 被网友骂了好久的绿茶 其实在没播的片段中 他还有更于出惊人的一段 去那个演员请就位 然后我第一期就被淘汰了 对 我就觉得不好玩 大家其实都是在搞人际关系 我们第一次 结束之后 有一个拉票环节嘛 然后上去就说 我觉得很遗憾 因为我演了这两个戏以后 我觉得 我本期望能学到什么 我才来到这个节目 结果我什么都没有学到 用他现在的经纪人的话说 当时听到头都大了 不过郭晓婷没觉得有任何问题 因为他就是这么想的 当然 令经纪人头大的远不止如此 因为郭晓婷在平时 也依旧保持这样的风格 顺德 我之所以演他 并不是因为他是反派 而是我能看到 他身上有很多立体的面 但大家看到的结果就会说 演这样一个戏能火 甚至我还碰到过有 XX跟我说 这个反派你演到时候 肯定能上热搜的 我就会觉得很奇怪 什么时候 XX在说服演员的时候 会用这种方式了 我当时的脸就很不高兴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专业的人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来说服我演一个角色 对于上热搜这件事 他并不是次次都开心 比如当经纪团队 选的微博话题词条 过于娱乐化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这个词条 跟我没啥关系 然后甚至我如果看到 别人是用这个词条 我也会 好 就当然就是有的时候会私下讨论 说哪些词条就很可笑啊 也不能说你们想着可笑 当然 不是不信 对啊那我认了 因为我确实不喜欢那个词条 郭晓婷不喜欢寒暄 不喜欢参与社交活动 遇到不熟的人时 打招呼会不知所措 反应变慢 我在现场的习惯就是 到现场就把椅子在旁边一放 然后谁都不说话那样 当然我也觉得 其实在剧组 也不是一个交朋友的一个场合 因为很多时候 你跟他们玩个三个月 就大家各奔东西了 还有一点 我真的不觉得说 大家都这么的真诚 经纪人说 郭晓婷的危险发言 多到让人记不住 也会在采访时提醒他 有些话要谨慎说 不过因为郭晓婷改不了 就完全尊重了 郭晓婷已经从业二十多年了 他小时候演的顾一罗 至今仍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不过那时候的他 没那么懂演戏 虽然后来先见三大火 不过对他来说 这些并不能称得上是代表作 这以前的戏份 可能就是完完当当 那会儿我的台词就是 别 然后 哼 不理你了 基本上我觉得 你找任何一个16岁的女孩去演 她都会是可爱的 不过因为这部戏 他签了唐人 开始觉得未来学表演 好像也可以 唱歌是一考的内容之一 考试前 他每天早上都在练习发声 在一个都是演员的楼里大喊 那栋楼隔音很差 加上郭小婷唱歌也确实不好听 所以他隔壁住着的林更新 每天都在求他说 不要再唱了 后来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上戏 并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女主角 少林问道的李珍珍 由于经验不足 他应付不了如此复杂的角色 所以在现场经常出岔子 那天现场非常多的演员 在两个男主之间 不过喊出谁的名字 谁就会死 我就好多杂念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多人 然后郭金飞又要赶飞机 我就好紧张 完全住不了戏 郭小婷形容那是很糟糕的一天 所有人都在等他的眼泪流出来 还有演员对待不懈地说 戏演到这种程度 你还哭不出来 拍戏的四个月 郭小婷很挫败 很痛苦 不过他也由此摸到了 演戏的一个边角 明白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 那会儿是导演对我们的要求 你进到现场是 不能说跟这个戏无关的话 然后我们在化妆间 是不能放音乐的 但现在就我们每个组的化妆间 都会放各种各样的音乐 他延续着制部剧带来的习惯 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比如不接重复的角色 像是他有很多灵宠类的邀约 但再也没演过一个 直到因为自己没有卢量优势 逐渐失去了选择 每年都有试很多个戏 但是都没有成功 我觉得一定不是因为我演的不好 因为我当然知道说 大家试戏的水准 我们都在同一场 可能有一些之前就定了 或者一些人外关系 各种各样可能性都有 所以我后来就很排斥试戏这件事情 如果说这个只是走一个过程 那你不是在玩弄我的时间吗 甚至最后 你看到他们选的那个人选 你会觉得完全不合适 郭小婷有时也会在网上看到 有人夸自己演技好 可会觉得这有什么用 又不能成为自己的优势 2020年之前 大多数情况下 他挑剧本 只能从烂和更烂中选择一个 像是狗血的言情剧 和不知道在讲什么的情景喜剧 我get不到那些笑点 然后很多都是现场传的 好多演员 我们之间好像都觉得 很不适应跟别扭 就是硬演 尬演 那些剧很多到现在都没怎么播出 郭小婷倒是很开心 他说求求了 最好永远都别播出来 没有拍到任何喜欢的角色 没有场景 对手的演员 有时连台词都不背 郭小婷觉得很没劲 开始怀疑还要不要做这一行 直到他终于试戏成功了一次 这部剧叫怪你过分美丽 其实他试完戏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得到回复 因为片方觉得他不是非常合适 于是郭小婷给制片人 写了很长一段话去争取 因为这个角色没有那么讨喜 很多女演员都没有接受邀约 郭小婷最后得以成功出演 这个角色给了他第一次热搜 网友说 花银的演技竟然这么好 郭小婷几乎没有心感 他会在和人说话时 使劲地硬核 点头 他会因为不想上班而撒娇 他会因为没拿到想要的角色 而在床上来回打滚 说没钱也可以演 一脸不值钱的样子 他几乎没有物语 品牌送什么他就用什么 很多衣服都是好多年前的 房间就总是有人拍嘛 然后什么我坐下门口 捡快递的时候啊 不喜欢的人就会说 你看他就一点都不像个女艺人 什么他活该不活 就类似这种 不过郭小婷很少被这些东西惹恼 他很爱笑 困了的时候更爱笑 他很喜欢高夜 会拉着我们看高夜的影视剧片段 一块磕糖 他觉得不红没什么 如果能成为高夜 这样有魅力的女演员也很好 我们见面的最后一天晚上 他正在看《苍蓝爵大结局》 他和徐海桥所饰演的一对师徒 共同赴死时 他一下子被拉回孩子角色中的状态 一时无法抽离 哭得难以自意 这时 司机师傅给他递来四个气球 他就立刻又变成平时我们看到的 开开心心的样子 郭小婷和身边人 是一种很自然舒服的相处方式 在娱乐圈的大海中 他们像是在犯着一艘不起眼的小舟 没什么人注意到 一点点往前走 最近他的另一个剧也播出了 很多人说他好努力 这是他丰收的一年 但其实他一直是这样的 只是有的剧播了 有的没播 有的正巧赶上播到了一起 大学时的他演过一个话剧 那是一个对于演戏 有挣扎有渴望 最后找到自己道路的角色 当时的他演的并不好 不过那时的台词 他到现在都还记得 尊重重要的不是这些任何尊重重要的事 我们要有力量的成果 我们要有自己的理想 这是郭小婷的演艺之路 就像每一个年轻气盛过的我们 曾心高气傲 以为自己的坚持可以对抗一切 直到被趋势同化 成为浪潮下的一部分 不过我们能走下去 是因为之其中还有一些坚持 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 永远炙热灼烈